Memoji 嗨 今天讓我嘗試用這個 這麼有趣的Memoji 跟大家錄一下影片 不過好像不是很... 不是很...SINGLE 是不是? 都SINGLE OK 我也蠻喜歡用這句Memoji 做我們這行不是經常都可以很漂亮的 有時候在家裡就不想... 不想...見人的 又想拍片 又想小朋友看到我的樣子 所以Memoji多方便 下次可以看看 可否出一條教學影片 教學大家的Memoji 你知道啦 停課後 沒理由 停課後 小朋友就完全不學 所以我就... 決定教大家 怎樣可以很簡單的拍片 然後放進Google Classroom 我相信其實大家已經很熟悉 怎樣用不同的方法去拍片 不過我想應該都總有一些同工是... 其實是... 剛剛紳士用Google Classroom 所以我就希望在這條影片裡教大家 怎樣可以把影片放到Google Classroom OK 其實整個Google Classroom的介面 就很簡單的 你可以看到一開始這裡 其實有三個按鈕 Stream Classwork People Stream 其實就像Facebook的時間線 給你在這裡打一下東西 那些同學們都會自己寫一些東西 即是在影片裡做的影片 就會放在這裡寫給大家看 但是呢 Classwork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就是給一些功課的同學們 其實如果你用iPad version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加按鈕 按下去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不同種類的assignment 例如assignment 你可以給他上載一些 Good Document Good Document Good Slice 等等的檔案 例如做功課 那Question 就不要被他騙到 Question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的 這個設計就是 只是問一條問題 然後同學就在裡面回答 所以就... 我不知道呢 我自己比較少用 可能如果高中或者大學的時候 你會問一些長一點的問題 可能會有用的 不過我就很少用的 那Materials呢 就是用一些... 即是你又不是想他交... 即是又不是想他交功課給你的 你只是想給一些classy material 即一些教學的材料 例如video 或者一張圖 這樣看呢 那就可以選Materials Reuse Post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功能 那就是當你譬如說 你今年用完些東西 那下年再用 沒理由重新打過的 那Reuse Post 就可以幫你很快速的 用回舊的Post 去炒冷飯 做回今年的事情 那也可以用不同單的Post 所以就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最後就是Topic 那你按Topic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 好像我弄了一個這樣的Folder 因為它其實就不是用Folder的形式 它用一個橫線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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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每一個Topic 就是加一個Box OK 那我今次就很簡單地說一下 譬如我平時拍完的影片之後 我會怎樣放上去Google Classroom 那有兩個方法 第一 當然就是Materials 然後Materials 其實你可以... 按一下 這裡有一個按鈕 就是一個萬字 那你按下去 你可以加幾樣東西 你可以直接在DRIVE找些東西 去放上去 或者放條link 放條link 我都會做 因為有時候我會把影片放到Youtube 這個位置就可以直接給我 上去Google Classroom 或者是Use Camera 不過這個我很少用的 因為那些影片都是後製過的 所以我不會直接用Camera 就馬上拍照片 那麼File就是在相片或者影片以外的其他的檔案 例如Document 例如一些PDF 那你就可以用File 對最後就是Pick Photo 那我今次就會主要用Pick Photo這個按鈕 那我按下去 我想放這一條下去 直接就Use 那你就等了 那它這裡在Compress 這條影片 Compress完之後 它就會自己上去 那我們就等下 我先打算 點點 點 點 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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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ノ 小魚 小魚 無法做到 隨便去就算了 打一點點的範圍 例如我可以說是 看這個影片 And Read aloud with it 名字可以打一點點 通常我自己打的方法 我會先打了那本書 例如打了那本書的名字 然後是第幾個範圍 這個影片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文章 那我完成了所有東西 到最後我會按一下這個題目 按一下這個題目 我會選擇我放在哪個範圍 例如我剛才放在這個範圍 或者加一個新的題目 隨你喜歡 完成所有東西之後 這裡有一個按鈕 All Students 你可以選給所有同學 又或者不是 我只是想給三個小朋友 因為這個影片 他們問開我想給他們一些東西看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選擇 多數我都會選擇 All Students 它本身就是All Students 完成了 你要放的東西已經放了 當然 不只可以放一條影片 你可以放多些其他的東西 一樣都可以 然後我就可以在這個點點點 選擇 究竟我是要計程 其實我是不是想今天貼文 我可能是想後天才貼文 那你就要計程 那就是Save Changes 其實就放在這個Draft那裡 還有直接Discard就不要了 那如果不是的 你根本想你一整理完 你就立刻貼文 那你是不是按這個飛機 按下去呢 那就OK的了 當你放進去之後 就會出現了 那就搞定了 另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Assignment 那你就當然可以照樣打 一樣是打回你的Assignment 做什麼的 那通常我會自己分類 用不同的標誌 給一些方便的同學仔去溫習 然後就繼續打回本書 和Chapter Key 那就是這些課是學的Accessory 那我就會做Accessory 好 搞完之後呢 我會打一些怎樣做 那這裡有一個Due Day Due Day我很少用 因為Due Day完了 它就會自己關掉 就不能再做 那我就不會 通常我就不會用它 那 如果你用電腦版 其實你可以選擇一個Quiz Assignment 或者Assignment 但是iPad就不能選擇 那這個分別在於什麼呢 就是Quiz Assignment 你一按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包含了一個Google Form 那你直接按Google Forming 你就可以改一個Google Form 去一次個attach 但如果你在iPad上不能做 那不要緊 其實你可以先做一個Google Form 然後做完之後 就在這個Google Form 找回你需要的Google Form 然後再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一樣它可以幫你計算到分 然後你Post的時候 在做完之後 它就可以直接過分 進去你的整個系統 那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通常做完之後 就會大概是這樣的 給你看看 大概是這樣的 OK 大概是這樣的 那以前我為什麼會 我為什麼會用這個Google Form 去做這件事呢 通常都會做Full Cap 因為以前我們經常做Packmanship 就是寫字語的 但是如果我在想 其實當它寫了三次歌詞 又代表了什麼呢 那所以我就不如 做一個Form 考考它們 那些字不認得之外 串字不認得之外 其實還有那個意思 加了一些題目 給它 讓它有一個豐富一點的認知 那如果它適合 我就不用它做Packmanship 所以我也是給它一個機會去選 有些小孩可能真的喜歡 不,我喜歡抄 那你就抄吧 有些小孩不喜歡抄 那我就用Google Classroom 去幫它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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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Packmanship 我相信Google Classroom 大家都很熟 看看大家之後 有些什麼不明白的話 就可以一起拿出來聊聊 然後大家再分享一下 去看看如何做好一點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記住 停課不停學 Bye